屏東方山12人群聚案最新基因定序结果 总共8人感染Delta变异株 另外4人除了一位病毒量太低 无法定序 其余三位 从过去这个对于群聚的了解 就是说做大概预期结果 应该如果做得出来的序列 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也意味着Delta变种病毒 在台湾同样传染力惊人 屏東县政府积极筛检防堵 截至6月26号 913人PCR检测都是阴性 只要有一点可能 就会列为密切接触者 已经匡列173人居家隔离 这还不够 从秘鲁那边回来的时候 整体感染情况的一个了解 以这个方向 所以会去回追这些相关的同机的 同机的旅客 这些人还要去找他们 那我想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 就把他们找到 疫调与时间赛跑 而边境围堵方面 目前只有从巴西 印度英国等七个国家入境 一律集中检疫 前后都要裁检 其余可以自行选择 要集中检疫 或入住防疫旅馆 其满前再裁检 外界就担忧会有破口 应该要一视同仁 加盐管理 根据情况滚动调整 但台湾还有其他零星群聚案 如今加上Delta变异株 蓝势汹汹 防疫脚步势必得再加快 跑在病毒之前 大海新闻 杨宁慈张略嘉 台北报导